这里是贵州平堂的甲茶瀑布 今天开始在贵州的平堂做一次探秘之旅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的旅行视频 多了解一下美丽的平堂 今天离开了利波 前往平堂 平堂在贵州的南部 这里比较著名的有三大景区 今天首先来到了甲茶风景区 甲茶景区是集瀑布 竹溪 沙滩 峡谷 洞河 水上森林的一体的贵州唯一的亚热泰雨林景区 这里享有甲茶风光 赛桂林的美誉 一起跟我来游览一下这个美丽的地方 今天虽然有点阴天 但是并不影响这里美丽的景色 景区不算很大 现在先去甲茶瀑布 甲茶景区现在门票是半价25元 从停车场走到这个瀑布也就10分钟的距离 现在到了瀑布 瀑布下面的水潭还可以走过去 就是这些石堆 估计水大的时候会淹没 小心翼地走到河流中间准备拍照 这次是和平堂的一位朋友来这里旅游 它特意带了无人机 准备在这里飞一下 这个甲茶瀑布有几层 宽度有几十米 现在还属于枯水期 瀑布的水量就不小了 坐在石墩上 看河水流动 还是有一点眼晕的 在这里飞个无人机 在石墩的水流中的西面 在石墩的水流中的最后 这里不非常能是 بت差异的 现在还确定是故障啊 西墩的水流联系 现在还 Bhadar 里面是出右边的讨厂 你会一直这样的 在石墩的水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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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甚至觉得这个甲叉瀑布比黄果树的还要美 瀑布的旁边有个栈道 可以一直往上爬到瀑布的顶端 瀑布下面的水潭像一块碧玉 所以叫碧玉潭 接下来体验一下这里的两岸十里竹西 这里的船票每个人五十块钱 看河两岸都是茂密的竹林 很多人把这里的风景和桂林相比较 坐船确实有一点像 不过整个甲叉景区还有瀑布 有沙滩 有岩洞 有水上森林 看左边这个多项沙滩 上面几棵很漂亮的树 甲叉坐船游览的线路有两条 一条是去九曲十八弯 另一条是开往燕子洞 我们选择了开往燕子洞方向的船 当然去燕子洞也可以从岸边徒步过去 看这边的风景多美 这边也是卡斯特地茅 前面这块沙滩和石滩就可以靠岸了 从这里需要徒步几百米 贵州的山都是很有特色的 除了一些卡斯特岩石 其他都是非常绿的山 河滩上都是被河流冲击下来的大石块 需要走过这一片乱石堆 如果徒步去燕子洞 边上就有栈道 先到这河滩上看一看 这里的水非常的绿 现在走到了旁边的徒步线路 感觉这条路上的风景还挺有特色的 都是大石块 都是大石块 前面已经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了 已经到了燕子洞跟前 这个洞高有几十米 据说有上万只燕子在里面生存 这个洞是可以穿过去的 但是现在不让过 这个观景台的位置也不错 现在还算是枯水期 水量不大 甲茶每个地方的水都是非常绿的 看完了燕子洞 准备往回走去下一个景点 这里的空气真的是太好了 碧里的潭水里有个当地的人在捕鱼 非常美的画面 准备继续坐船去吊桥那里 这时候天上下下了小雨 这个十里竹西是非常美的水岛 一直往前走 还有九曲十八弯 好在现在的雨不是很大 有没有觉得甲茶风光赛归林呢 拐个弯 看到了前面的吊桥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吊桥 准备在这里上岸 这个桥是一个分界桥 过去就是广西了 吊桥下面是一大片沙滩 这里是很好的露营休闲地 看看这眼前的风景多美 不过这时候又下起了小雨 找个地方先躲一躲 很快雨变小了 天边出现了彩虹 非常漂亮的彩虹画面 这时候雨过天晴 露出了蓝天 突然觉得这里实在是太美了 准备在景区里面住一晚 景区里有不少的民宿 价格都很便宜 现在又跑到了河边去拍照 感觉很幸运 好像又发现了一个秘境之地 这里就是平堂的甲茶风景区 不是桂林 圣死桂林 准备走上吊桥看一看 多美的画面 这里就是九曲十八弯 群山 仙气飘飘 这么美的地方 甲茶 以前竟然没有听过 天边露出了一点晚霞 最后在这个桥上再飞一下无人机 优优独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